你好 我現在來念中文 第一遍我會念的比較慢 第二遍我會用正常的速度來念 現在開始 對牛彈琴 古代有一位大音樂家 叫宮明儀 他彈琴彈得非常好 有一天他到郊外散步 在一片草地上 他看見一頭牛 正在低頭吃草 音樂家想為這頭牛彈奏 一支曲子 他彈奏了一支非常優美的曲子 儘管他彈奏得很認真 可是牛依然低頭吃草 於是他又彈奏了一首通俗的曲子 牛好像聽見了蒼蠅在叫 就停止了吃草 好像在聽音樂 現在是第二遍 我會念 我會用正常的速度來念 OK 對牛彈琴 古代有一位大音樂家 叫宮明儀 他彈琴彈得非常好 有一天他到家外散步 在一片草地上 他看見一頭牛 正在低頭吃草 音樂家想為這頭牛彈奏一支曲子 他彈奏了一支非常優美的曲子 儘管他彈奏得很認真 可是牛依然低頭吃草 於是他又彈奏了一首通俗的曲子 牛好像聽見了蒼蠅在叫 就停止吃草 好像在聽音樂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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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